特區政府現在推行雙層式的社會保障制度 第一層的社會保障制度 市民可以獲得3450元的養老金 保障我們一個基本的退休生活 第二層就是非強制性的中央公資金制度 通過僱員、僱主的供款 為大家創設一個更加充裕的養老保障 這個制度裏面僱主比較擔憂 第一層是要付出財政的 因為要多加5%的供款 如果在私退金裏面 現在就有解僱賠償 但是這個制度裏面 就不容許有解僱賠償的抵扣 另外僱主也擔心私人退休金 和殃積金並存的時候 行政工作量會加大 但其實僱主如果加入的 首先是可以獲得稅務優惠 就是它的供款金額可以另外 當作兩倍的免稅額來計算 至於行政工作方面 大家亦都無需要很擔心 因為其實具體的工作 基本上都是通過基金管理實體來進行 所以應該對企業不會加大負擔 顧員方面 他們可能會擔心什麼呢 顧員就因為在私退金的時候 轉職的時候 就可能可以把款項提走 現在我們就是規範了65歲 才可以進行提款 可能大家都希望 錢早點用 其實我們也看到很多個案 有時候轉職的時候 買一輛車、去旅行 那些錢就花完了 所以我們覺得正正要體現到 我們真的退休這個功能 65歲去提取 就更加去保障 其實全球或者鄰近地區 退休的制度方面 的提款 都有相關的規範 制度也是剛剛算 1、2、1日生效 早期我們都是處理基金管理實體 加入的一個手作 其實我們知道很多的金融機構 社服機構 或者一些大型的企業 其實都是有意參加的 現在他們都是去了解情況 或者是相應加入的一些手作 我們期望短期內 應該會有企業加入的了 至於個人工庫計劃 就率先 都有基金管理實體 都說收到100多個個案 這些稍後我們會再行審批 我們也會搜集相關基金的 一些收費、表現等資料 供市民參考 在我們的資訊平台裏 也可以看到